煮料,萝卜300克,骨汤一锅,丸子500克,辅料,芹菜10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适量丸子,火锅料,萝卜去皮,切滚刀块,芹菜洗净,切好,将萝卜放进骨汤煮20分钟左右,然后将火锅料,放进汤里煮,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捞起。 烹饪技巧,萝卜熬久一点更入味,由于熬骨汤时已经有加调味品,所以不用再添加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